今天网络热搜榜,有一条新闻特别抓人眼球,那就是李子柒年入1.6亿,2123家公司的净利润不敌他一个人,这是什么概念,想想就令人叹为观止。 感叹他强大袭击能力的同时,不禁让人陷入沉思,他到底何方神圣,何德何能,能够狂揽如此多的金钱。有一个朋友说,如果搞不清楚弄不明白,建议去看一看他所拍摄的视频,就会恍然大悟,就会明白,袭击能力背后所隐藏的秘密。 为了拍摄一条制作酱油的视频,他可以耗费一整年的时间,春耕种豆种,下厨草豆丛,秋风收豆芽,冬住藏豆子,阳光好时,将豆子晾晒,风干,继而发酵,蒸煮,着色,一系列程序下来看得人眼花缭乱,而他却不慌不忙制作的井然有条。 李子柒然后,用酱油制作美食,虽然只是在一个小厨房里,但是该有的步骤一步都不能少,烹炒煮边过水过油,短暂的时间过后,出炉的成品,隔着屏幕,似乎都能闻见诱人的香气。 除此,他的视频画质精良,画面优美,各种色彩的搭配也是恰到好处。 有人这样盛誉,仿佛进入了一个世外桃源,人间仙境,虽然我们都知道,这都是后期人为的摆拍,但是我们依然心甘情愿被吸引,陷进去,那是不由自主,无法控制的。 因此,有人总结,李子柒她够沉得住气,够努力,够拼,够用心,够细致,够讲究,所以她成功了。 我想,这也是她吸金能力背后的秘密吧。 相比于李子柒,再看看其他的网红,稍稍有点名气,就急着出来圈钱,想趁着名气捞一把,生怕名气过了,没人记得了。 结果呢?钱没捞到,名气也臭了,自此没落江湖,泯然若重。 还有一些人,做的视频一看就是粗质拉造,9.9包邮的网络服饰,华众许宠的故事情节,浮夸造作的表演,试问,这样的视频即使能火爆也是昙花一现,压根让人不想看第二遍。 还有一些人,拍的视频简直就是浪费时间,千篇一律套路,毫无深度和营养,台词拙劣,听上去都觉得骚得慌,也不知道他们拍摄时,尬不尬得慌。 综上所述,李子柒的赚钱能力强,恰恰也是败这些人所赐,因为这些垃圾视频多了,有了对比,才衬托出李子柒所做视频的读书一致,才能脱颖而出,像极了另辟蹊径的一股清流。 所以,李子柒的成功也为我们以后的工作指明了一条路,那就是,想要成功,你是选择随大众,随波逐流,还是愿意忍受孤独寂寞冷,仔细研究出一条与众不同的路。 想起了大学时,老师说的一句话,真正好的东西,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,他们不会错过,就如李子柒。 另外,好东西之所以好,还是因为她经过了时间的淬炼和检验,李子柒的视频历久迷心,什么时候看都不会过时。 难怪,她被誉为中国文化的输出者,在其他人都在追逐视频的感官享受时,她已经开始思考视频的文化内运了。 她知道,只要文化才能永远被歌颂被纪念。 最近,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,为什么那么多人去模仿她,而最后都成了东施笑评。 我想原因应该在于,这些人,只是模仿到了皮毛,并不得精髓。 表面的摆设,都是有技术可循的,但是渗透骨子里的灵魂,那种甜淡,优雅,却是无法复制的。 我们应该不能发现,李子柒她一直很享受制作美食的过程,最在其中,怡然自得,把我们心中辛苦的劳作,当成了惬意的生活,而她仍恶。 人生活在农村,可心却在成锅,一脸的精明算计,利欲熏心。 这样的李子柒,应该和她的童年生活有关,她从小父母双亡,靠着奶奶抚养长大,所以她吃过苦,受过累,那种在田地里抡爬头的画面,真的是一看就是个地地道道的庄稼人,那种朴实让人倍感心切。 李子柒,李子柒能有今天,绝不仅仅是幸运那么简单,这是她善于结合自身,农家女孩得天独厚的条件,然后将其满满的发扬光大。 然后在小有名气之时,能够坦然处之,不被外界的花花绿绿所诱导,平心尽气的,执着的干好自己的事。 在大红大紫后,更能先训,保持优质少出的频率,做到了子柒出品,避暑精品,这样的李子柒太多需要我们学习了,愿这个世界上多一点像她这样务实求真的好姑娘,少一些为迎头盈利绞尽脑汁的萧萧之辈。